好 許小新揭露說這個原汙計畫恐怕有貓膩 擔心有人是藉由黑箱來上下棋手 結果從外交部開始嗆聲 然後還說不排除是大陸發動的認知作戰 好像現在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政府全部都可以扯到認知作戰去 就連民眾用抖音 小紅書 微信 也會被民進黨說 你被大陸統戰滲透了 可是藍營就踢爆 原來我們的交通部被發現砸了145萬去招標 要委託廠商來幫忙做什麼呢 幫忙來經營綠營孔中會認知作戰的 微信 微博 小紅書的交通部的官方帳號 來幫大陸對大陸的民眾宣傳台灣的觀光 負責這個案件的觀光署就解釋說 因為日韓各國他們也都透過這些社群的平台 來直接跟大陸的民眾交流 那麼這也不涉及所謂的兩岸政治議題 但是我們就問說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兩岸的觀光交流 是已經恢復了嗎 如果還沒有恢復的話 為什麼硬要去這個所謂綠營口中 萬惡的大陸軟體上面去做宣傳呢 然後民黨政府說觀光宣傳 沒有涉及政治 那怎麼一般老百姓用小紅書 用抖音看個影片 就被說得好像是十二不赦 被認知作戰了呢 國政委員 我想立法委員把國家所用的意識意豪 去把它揭露起來 這是立法委員的職責 那至於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很簡單 如果你做得公開透明 那你怕什麼 第二 你黑箱才怕 很明顯這件洗小心揭發的這些 就是有黑箱之嫌 所以你們在怕什麼 我剛才同意幾位所講 你真正的傲言 你真正的聲言 那有什麼關係 那本來就這樣 錢花在刀口上 你們就藏怎麼樣 因為民進黨現在就藏什麼 表面聲言 那暗中搞錢 這是你們現在的習慣性 所以我認為 國家有國家的法律 你認為習小卿泄密 那拜託你辦 一個立法委員 質疑你這些 你就把它講清楚 你就告訴清楚 透明話 那不是沒有事嗎 那你交代不清楚 就是你心中有鬼 我不要說你心中有鬼 你也來告 乾脆告習小卿 也順便你來告我 但是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該講的就要講 該揭發的就要揭發 那如果你政府真的沒有 精有解釋 那全民也知道 這也是一件好事 不要動不動 立法委員不合你們意 你們就要告人家 這幾例 我們現在5月16號要到太平島 護我們的固有疆土 你們說是中共派我們去的 我告訴你 我們到那邊去是捍衛中華民國太平島的疆土 所以不是中共派我們去 所以你現在你們不去了 都是跟中共有關 這個不是一個有為政府 應該有的東西 好啦 那你現在交通部 剛好140幾萬 你們去做微博 微信 小紅書 你們很奇怪 以前我們如果上個小紅書 上個微博 你們就說我們是中共同路人 那請問一下 你拿國家的預算 去做這些廣告 那你們是哪邊人 你們不是動不動 我們只要在這裡上個電視 或者微博裡面有一些批評 或者有些朋友 微信裡面有我們的相片 你說林國城是中共同路人 那你們為什麼廣告要下在這裡 所以我坦白講 有時候政府在做事情 讓老百姓有一點很不服氣 可是現在 是我們台灣2300萬的老百姓 有事成還相信他們 可是他們一路騙到底 他們還相信 所以我是覺得 這140幾萬要好好交代 這個是交通部 交通部的觀光署 你做這些事 這個我也會特別注意 請你放心 你要告我 你就告我 我一定會追 你們錢發在哪邊 然後廣告下在哪邊 你現在兩岸的觀光 現在我們可以去大陸 他們不能來 你們一天到晚 這是中共對岸裡面不同意的 所以我還是 我真的滿希望 有泄密你們就辦 那不要動不動 你們做的都沒有泄密 別人講的揭發的 通通洩密 人家在微博裡面講的話 你們就說我們是中共同仁 你們可以編預算 去拿這些去做廣告 如果要做廣告 可以 你們到底做的內容是什麼 到底有沒有把台灣之媒 把它做宣傳 這很重要 不然的話 你在嚴家賺鳳杯 然後你就告訴人家 其他你們都是中共同路人 你們做的統統不是 這一點不是一個 有為政府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 起起不可 台灣人民要看清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在這裏 德州人作詞 你躺下的 很適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